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不仅是影响到捐款人降低意愿 那么各类型的活动也都取消 也造成许多的社福机构出现财务困境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在24号上午 就邀请了六个单位来一一了解各社团的需求 并且捐赠红包 希望产生抛装隐喻的效果 让更多人能够伸出援手 帮助机构度过难关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24号上午邀请了大笔大家庭关怀协会 创世基金会 碧市大及黎明教养院 少年之家 三目中心等六个单位 来到田志轩基金会 共同分享防疫期间所遭遇到的困难 那我们在部落已经儿童客户照顾 跟青少年发展这块是我们主要的协助的对象 那在部落里面一直都很需要 有人长期的在里面做关怀 疫情以来其实我们学会的 目前的捐款收入其实是减少的很多 那更往年的时间比是减少很多 那我们在部落的工作已经 长期在那边工作已经18年了 其实一点小的捐款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关疫情的部分 那假如说孩子需要停课 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国中或者是高中的孩子 那配合停课不停学 我们就会有需要一些笔电啊 或者我们的分层分流的管理 会有相关设施的一个采购 那这个部分因为又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费用其实也有小幅的一些降低 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是我们需要 就是特别需要的部分 除了大型活动被迫取消 捐款也掉了三成 还有一些机构需要更新馆内设施 造成经济上有很大的负担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就集结了会员爱心 赠送给各单位两万元的红包 希望能帮助他们度过眼前难关 那这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的影响 我们长期互动关怀帮助的一些花莲的社福机构团体 那他们现在很困难很辛苦 因为大家在防疫的工作上 有些可能因为经济来源也受到冲击 所以捐款就相对的下滑了 那我们看到这一点 那因为社福机构有一些 他们是透过办活动来募款 那现在因为活动也暂停 所以就面临到更辛苦的一个处境 所以我们把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我们每个月所编列的公益的预算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 今天就特别有六个社团 这个公益机构 我们一起用联合捐赠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捐款动作 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人看见机构的需求 并且呼吁大家一同发挥爱心 伸出援手协助地方机构 缓解他们在防疫期间的财务困境 记者许立清欢迎视报导